全能神经典话语 就是说 神的实质没有阴暗 没有邪恶 神向尼尼威城的人发怒 是因着尼尼威城之人的恶行 达到了他的眼中 这个时候 他的怒气来自于他的实质 而当神的怒气消失 神的宽容再次失于尼尼威城之人的时候 神所流露的依然是神自己的实质 而这一切的变化 都是因着人对神的态度而变化的 在这期间 神不容人触犯的性情没有变 神宽容人的实质没有变 神爱人怜悯人的实质没有变 当人行恶得罪了神 神便向人发出怒气 当人真实悔改的时候 神的心便回转 不再向人发怒 当人映着景象继续与神对抗的时候 神的怒气便不断 神的烈怒便一点一点地逼近人 直到将人毁灭 这就是神性情的实质 神的性情所流露发表出来的 无论是烈怒还是怜悯慈爱 都是根据人的表现 根据人的行为 也根据人内心深处对神的态度 如果神的怒气不断地向一个人发出 那无疑这个人的内心与神是敌对的 因为他从来都没有真实的悔改 从来都不向神低头 对神从来都没有真实的幸福 因而他从来都得不到 神的怜悯与宽容 如果一个人常常得到神的眷顾 常常能获得神的怜悯与宽容 那无疑他的内心对神 不但有真实的幸福 而且他的心与神不是敌对的 他常常在神面前有真实的悔改 因而即使神的管教常常临到他 但神的烈怒并不会降在他身上 无论神当时对尼尼威人的怒气有多大 但当尼尼威城的人宣告禁食 披麻蒙灰的那一刻 神的心渐渐地软化了 开始回心转意了 在神向他们宣告要毁灭这座城的前一刻 也就是他们认罪悔改的前一刻 神还在对他们发怒 而当他们有了一系列的悔改之后 神对尼尼威人的怒气 便逐渐转为对尼尼威人的宽容与怜悯 神的这两方面性情同时在一件事上流露出来 这并不矛盾 这里的不矛盾 人应该怎么来理解与认识呢? 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实质 在尼尼威人悔改先后 在神身上表现出来流露出来 让人看见神实质的真实 与神实质的不容忍触犯 神在用他的态度告诉人 并不是神不宽容人 不是神不愿意怜悯人 而是人难得向神真正的悔改 难得真正的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 也就是说 当神向人发怒的时候 神希望人能有真实的悔改 希望能看到人真实的悔改 这样 神会毫不吝惜地 继续施于人怜悯 宽容 这就是说 人的恶行招来神的烈怒 而神的怜悯 而神的怜悯 宽容 则赐予听神的话 在神面前真实悔改的人 赐予能离开所行的恶道 丢弃手中的强暴之人 在神对待尼尼威人这件事上 神的态度很明确地流露出来 神的怜悯 神的怜悯宽容并不难得 神需要人真正的悔改 只要人离开恶道 丢弃强暴 神便会回心转意 改变对人的态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